海上鑽井平台 工作人員 最先在1月6日看到這艘船 在泰國南方的潛廊灣漂流 距距離泰國城市宋卡 大約100海里 這艘80公尺長的船隻上寫有中文 《甘水源義》 據信是一艘中國籍的貨船 但是不知道它們是從何地而來 泰國海軍巡邏艇的船員 船隻上寫有中文《甘水源義》 登船檢查後發現 船上並沒有船員、貨物、電源 也沒有可辨識的文件 而且船正在是入水 泰國的船員用巡邏艇上的電泵 替這艘船抽水 以防止它沉滅 並且阻礙其它船隻的航行 但是由於海浪太大 它們不得不終止行動 當泰國海軍試圖在1月9日 拖走這艘船桿時候 強風和大浪導致它 在駱坤府的石春縣附近沉滅 而且開始漏油 地方當局已經是與海軍展開行動 避免這一艘船 寬達1公里的漏油污染環境 並擴散到附近的度假島嶼 而沉船的區域 也都已經是用浮標標示了出來 原民們都被告知 在航行時務必要小心 有關當局試圖發通知給船東 請他們在15天之內 對這艘船進行救援 如果他們來的話 他們必須付費 才能取回這艘船 海關消息人士聲稱 這艘船應該不是遭海盜襲擊 而是因為茅吊失了和設備故障 而故意被遺棄的 該消息人士說 先前並沒有在該地區出現海盜的報告 系統中也沒有找到這艘沉船的名稱 泰國的相關單位對這艘船進行進一步的調查 所以在美國歷史上